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7号 香港黑警暴力升级 在香港理工大学叫嚣着要让六四重演 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心 而香港的市民呢 他们步行开车去征援学生 希望学生能够安全撤退 香港危机千军一发 中共企图孤立香港的勇武派 在反对派中的风化打击挑不离间 我看呢 他们是没有达到他们要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场全香港人民的运动 而香港的每一个人的良知和独立判断 就是抵抗中共阴谋轨迹的最好的智慧 中共越残暴 香港人越智慧 看得越明白 香港人绝对不会上当的 那么现在呢 已经不是控制一两个意见领袖 就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 如果香港的冲突继续上升 国际的压力呢 将会继续增大 在政府层面 我想呢 一系列的制裁法案将会出台 那么在民间场 民间这个层面呢 不排除全世界支持香港反抗的勇敢的人们 组成义勇军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国际媒体的记者 勇敢的挡在黑警面前 为香港年轻人挡子弹 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的年轻歌手 在香港街头高歌 愿荣光归于香港 我们看到美国的牧师和香港的牧师走在一起 走在人群的最前面保护学生 我们还看到普通的美国人在理工大学为香港学生做饭 而全世界更多的人群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为香港人发声 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的共产党也谴责中共在香港的暴行 人民有自主建立政府的天赋人权 承认这个天赋人权 参加全民大契约 召开全民大会 否定港共政府的存在的合法性 在国际法庭控告港共政府和黑警的反人类罪行 再加上西方政府对港共政府高层的个人制裁 那么这个一定会使民变促成政变乃至军变 中共将在香港崩溃 谢谢